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解决了很多人的烦恼 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主题 我们平时都爱买水果吃 因为水果当中有的有助于香化 有的富含多种维生素 对我们的身体好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尤其是香蕉 它对身体的好处实在是好到劣举不完 那么大家知道香蕉有哪些好处吗 平时我们吃香蕉就是香蕉 是直接生吃的 但是今天小编要告诉大家一种不同的吃法 可以让大家吃香蕉的方式更加的健康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看一下了吧 香蕉是一种很好吃的水果 它含有称为智慧之年的灵 这种云能提高小孩子的智力 而且又有丰富的糖分 蛋白质 钾 维生素A和C 这么多的成分可以说得上相当好的营养食品 而且也不像苹果一样太过于坚硬 这样也可以让年龄大的人也是可以吃的 真是让人欲罢不能呀 香蕉和牛奶的搭配可算是好处多多了 牛奶和我们身体所需的营养成分可谓是非常的搭配 它可以补充我们身体所需的蛋白质和能量和热量 口渴还可以解渴 香蕉和牛奶搭配这两种食物搭配起来 不仅吃起来味道好 而且还可以治疗便秘 香蕉虽好可是不好贪吃哦 尤其是不可以在空腹的情况下吃香蕉 空腹吃香蕉不仅不能体会到香蕉的各种益处 反而还会让我们的身体受到疾病的困扰 空腹吃香蕉久了 这样容易让身体里面产生结石 所以我们不要空着肚子吃香蕉 香蕉的属性属寒 所以我们大家不可以过多的食用 吃多了也是可能把身体吃坏 但是如果把香蕉煮熟之后再吃的话 会大大减少它的寒性 而且还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吸收它的营养 而且还能够增加我们自身的免疫力 预防疾病的发生 那大家知道该怎么煮香蕉吗 直接把它洗干净放到锅里面煮就可以 你可以将它的皮包调放到锅里煮 但这种方法时间不宜过 不过长不然就会煮烂 我们把香蕉放进锅里煮一煮 这样子它的效果太好了 煮熟的香蕉可是解决了大多数人的困扰 熟透的香蕉才能通便 并不是生吃香蕉就可以通便 这是因为熟透的香蕉其中含有的丰富的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有很好的吸水性能 能够加快肠道蠕豆 增加粪便体积 大大的缩短排便的时间 具有很好的润肠通便功能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新闻频道 祝大家一天平安 开心 别忘了点关注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新闻报道 感谢大家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